哈喽各位朋友好 我是總為你介紹好書的作家鄭框宇 今天我們非讀不可要介紹的是這一本 暗黑心智 大家看一下我覺得他的 書名上面加了小標非常好 讓你不自覺做錯 事後卻又受傷懊悔的暗黑心智 作者是我們的佩特拉伯克 這是一位在德國非常知名的女作家女博士 我認為這本書對所謂容易負面思考 容易憂鬱容易從一些悲傷的情緒走不出來的人來說 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書 那麼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它直接告訴我們有七大意念 包括徬徨、自虐、高傲、攻擊、固執、多疑還有急躁 這些就是所謂的七大意念的操控 它會讓我們很不自覺的就往很負面的方向去走 那麼在面對這些負面的一些想法和情緒的時候 我們到底可以怎麼做呢 書裡頭提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例子 它基本上針對每一個你會有的想法 你會有的負面的念頭 它會提出反論 那麼我認為有一個最有效的方式 是這樣子的就是 我們在遇到一些不順遂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有這些徬徨、自虐、高傲、攻擊、固執多疑 還有急躁的想法 對不對 又或者是你會開始有所謂的自我懷疑 你會覺得懶散 你會覺得不想做 有各種跟你自己情緒有關的一些想法就開始了 而這些跟你自己情緒有關的想法 很多時候你自己追本溯源 你會想到可能就是因為我從小生長的環境 我爸媽做了什麼事情 它導致了我會這樣想 那所以我做不成也是很正常的很應該的呀 你可能會往這個方向想 但是他提到了兩個方式 我覺得非常棒 這兩個方式分別是 第一 你為什麼要接受 你可能過去看過的書 說你會這樣想是因為爸媽的影響 你為什麼要接受這件事情呢 如果我們人是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 你相信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要採取什麼想法的時候 那麼你就可以去選擇 爸媽對我的影響不是影響 又或者你知道那是很負面不好的影響 我不要它 我拒絕接受它 這不也是一個你可以決定的事情嗎 所以我過去在教大家要有自信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有遇過一些學生會跟我說 可是我爸媽 比如說我們家就是沒有什麼錢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社會就笑貧不笑倉 又或者是我父親 他可能就是勞工階級 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那他對於很多事情可能就 只會罵我 或者擔心我做不成 會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這是因為你要去接受 這個社會告訴你說 可能這個 歹族就很難生出好損 你要去接受這樣的想法 那你當然就覺得我來自一個 比別人比較比不上比較差的家庭 你可以這樣想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想 正因為我來自這樣子的家庭 所以我才沒有那些有錢人家小孩 要從小被逼這個被逼那個要幹嘛 我有非常多很自由的時間 可以去探索 而我是可以決定 我未來要走什麼樣子的道路的 我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作家 也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律師許楓媛先生 那麼許楓媛先生 他出過蠻多的勵志書 他自己的父親母親 就不是一個教育水準瘦很高的人 好像是在賣臭豆腐的吧 那麼許楓媛完完全全 就是靠著他自己的努力 他不接受別人告訴他說 或這個社會告訴他說 你可能來自一個經濟不是那麼好 或者社經地位不是那麼高的家庭 那麼你可能就不會有多大的出息 他根本不去接受這一些 反而是靠著他自己的努力啊 一直以來都做得很不錯 而現在他自己這樣的故事 不就成為去激勵更多人更好的故事了嗎 我也常常跟別人開玩笑說 各位你看 我鄭狂宇今天在講的這些什麼激勵啊 教你如何正向思考啊 又或者不斷地為自己人生圖維 如果你今天問我 狂宇你為什麼能夠當主持人 我跟你說我爸吳宗憲啊 再把你問我說你為什麼可以當某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 我爸連戰呢 各位我這樣子回答 請問有任何激勵的效果跟意義嗎 沒有嘛 那麼就是因為我都是靠自己的 所以這才成為值得驕傲 也可以激勵人心的故事 於是每一個從所謂好像不是很好的環境裡頭出來的人 反而都要有更堅定的想法就是 連我這樣子都可以透過努力成功 那表示我的努力的方式是非常值得跟更多人去分享 是可以讓更多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還差的人 也能夠在如此競爭的社會裡頭找到出路的 你不覺得這樣一想你瞬間就覺得你做事情非常非常有意義了嗎 好第二個我覺得作者在書裡頭提到非常好的想法是這樣子 當你被這些情緒好像淹沒啊 或者你會很衝動的去想要做一些 因為情緒所導致的想法還有跟行為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所謂的抽離 你想著 除了你跟這個事情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公正第三方的你在這個地方 他在看著這個事情跟你的時候 即使會有事件產生的一些結果又或者是過程 即使會有這個你所顯示出來的情緒 各種不同的想法 但這個公正的第三方 他既然是公正第三方 就可以用一個超人的角度來看待這所有的事情 然後幫助這個你 來做出正確的決定 各位我認為 很多時候 當你一把自己抽離的時候 你看事情就會更加的圓滿 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清楚 也能夠為這個你 找到解決的方法 而 透過作者這個想法 我還要再追加一個想法就是 這個公正第三方的你 有時候不見得 只是這個公正第三方的你 你可以想像 在你的業界裡頭 在你的生活經歷裡頭 你有沒有非常欣賞 崇拜 尊敬的人 你想像 如果你是這個人 作為公正第三方 他會怎麼建議你 這個時候你是他 會怎麼做 很多時候 面臨人生重大的選擇 還有抉擇的時候 你透過這個你尊敬的人 來給你一些指點的時候 或者透過他的眼睛來看這些所有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比如說你 非常非常欣賞 我們理財大師 Warren Buffett 巴菲特 那麼在遇到市場 混沌不明的時候 你就想想在這個情形裡頭 如果是巴菲特 他會怎麼做他眼前的這個投資 那麼一切可能就變得非常非常的豁然開朗了 不過這時候我要稍微聊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就是 我在想 很多人可能本來看一些阿基師的報導 也會覺得 這個阿基師對老婆很好 是個心好男人的形象 結果他那時候不是溜一下 不小心就溜進了Motel 什麼之類的 這個時候 有一些人 他原本非常欣賞阿基師 或者某某某 就發現這個人有一些緋聞或不好心發生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的世界徹底崩壞 千萬不要這麼做各位 你要知道 這個時候 你又要回到我一開始講的那個 你自己是可以決定 要怎麼想 要怎麼做的 這個你原本覺得很不錯的對象 他竟然是一個人 這個所謂的Role Model模範典型 就表示他也有可能犯錯 所以我們要學的是他好的地方 那麼他如果可能宣揚一些理念 但他自己做不到 那也是他的事情 並不代表這個好的理念 好的作為本身是錯的 你自己去選擇操作這個好的作為 好的理念 不就好了嗎 所以不要那麼輕易覺得 你好像都是很無奈的 都是被影響的都是受控制的 不 要解決這些暗黑的心智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相信 你自己 是一個可以決定 要怎麼想 要怎麼做的人 當你這麼想的時候呢 我認為你的人生就可以把所謂的自主權 全部給拿回來 不再覺得悲傷 不再覺得不知所措 不會被暗黑心智所淹沒 而能夠活出真正一個更美好的你 好那我為這本書的介紹呢 就到這個地方 大家注意啊 同樣的 我多準備了一本書 希望可以送給 為這個影片 按讚留言加分享的你 我迫切希望可以跟你分享這一本好書 希望你也可以擺脫自己的暗黑心智 活誅精彩的你自己